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开局 Bird 那这个Bird开局呢 首先是以这个F4 F4作为第一步棋 就是一个Bird开局 那么黑棋一般来说呢 可能会走这个D5比较多 然后白棋马到F3 那黑棋这个地方走一步C5 白棋走E3 黑棋走马到C6 白棋这个地方走B3 那这个是Bird开局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思想 就是走B3向到这个B2 因为这条像没有办法从这个线出去的 在Bird开局里面这个黑格像 你是永远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出去了 所以出这个像的方式就是走一步B3 像放在B2 防控这条大斜线 B3是一个Bird开局里面比较常见的一支起 那么黑棋也是正常出子马到F6 那白棋自然也是向到这个B2 控制一个大斜线 那黑棋走一步E6 那白棋这个地方走一步A3 那A3那个目的呢就是防止这个马到B4 接下来可能会把这个像放在B3 那黑棋继续黑棋也是继续出子 向到E7 所以白棋向到B3 黑棋王军1位 白棋王军1位 那那么黑棋接下来一个四项就是要把这个像 一般一般来说这个黑棋的四项就是走一步B6 向到B7 就是正常出子 白棋这个地方走一步后到E 接下来后放的放到这个王毅这边 然后配合这两个像 包括这个马之类的 直接就对对黑棋的这个王毅展开一个进攻 那么黑棋继续 那么黑棋也是继续出子向到B7 好那这个时候白棋可以走这个后到H4 那么后到H4 这部棋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接下来可能威胁着向持F6 向持F6之后呢 接下来后持H7就是一个将杀 那么黑棋这个地方防守的招数也很多 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D4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部棋 黑棋这个D4是至关重要的一部棋 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切断这个向那个大星线 当然这个地方黑棋也不一定一定要走这个D4 黑棋也可以走向马刀E4 但马刀E4大家要注意 马刀E4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小心 之前如果白棋他不走后H4而走一步后到G3 这个地方黑棋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我反正我本人在下快棋的时候遇到过无数的这种初学者 他会走一步这个马刀E4 那看起来非常非常自然的一步棋啊 但事实上这个拓持G7这是一步杀 这个是要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小心这个 这样一个陷阱 对快棋的时候遇到非常非常多人 那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后到H4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确实可以走 黑棋确实可以走这个马刀E4 接下来威胁的持后啊 对当然了黑棋这个地方还能走很多 比如说为了防止这样一个江沙的话 他可以走比如说H6或者走G6 但是H6的话稍微小心一点 H6的话接下来白棋可能会走G4G5 对接下来G4G5直接就是对你这个王毅开展开进攻 当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主线主线是 这个黑棋走这个G6的情况 那黑棋走一步G6之后白棋可以怎么走 那么黑棋走G6之后呢 那白棋可以继续走这个马刀G5 马刀G5呢接下来仍然威胁的这个向持F6 然后接下来后持这个H7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呢 黑棋他其实能够防守的招数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DIS 黑棋在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尽可能要走这个DIS 一定要切断他这个大行星 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如果这个地方不走D4的话 他可以走一步 他其实也没有别的别的太多选择 那么接下来白棋这个威胁非常非常迅速 他可能只能走一步像H5 但是黑棋走H5之后白棋可以走一步G4 好那么其实啊 其实这个对局进行到这里呢 黑棋他已经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太多的办法 他只能走这个DIS或者走一 黑棋在这个局面之下如果想存活下来的话 必须要走这两步棋 他没有别的任何防守的手段 如果如果这个局面之下黑棋不走这个DIS 不走一步的话 那很快就会被搞死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如果黑棋不走这两步棋是如何被白棋搞死的呢 比如说我们先考虑这个 比如说我们先考虑什么呢 先考虑不嫌弃吧 假设随便走一步G到C8 那么接下来白棋可以怎么走 白棋非常迅速可以走G4H5 G4H5之后白棋其实这个局面白棋已经营入了 因为首先如果马吃H5 马吃H5为什么 大家看如果对方走马吃H5 白棋这个地方可以走 那么大家可以暂停下视频 思考一下白棋这个地方该如何去江杀对方 好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部棋 Poch H5 非常巧妙 Poch H5首先他威胁的什么 首先威胁的后到H7江杀 也威胁的后到H8也是个江杀 关键的大血线非常厉害 那如果说可以骑手G4H5 那接下来白棋可以走向导H7 只是一步杀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叫做Blackburn的一个江杀法 Blackburn 布莱克本江杀法 那么所以我们发现啊 那刚才这个地方那黑棋走这个G到C8就不太行 也就意味着黑棋这个地方走别的贤棋也都不太行 那必须得必须得处理要这个问题 那么那么有些人说如果黑棋走马吃祭祀会怎么样呢 那么大家可以再一次暂停下这个视频 思考一下如果黑棋走马吃祭祀 那么白棋接下来该如何继续进攻呢 好那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部白棋的妙棋 其实跟刚刚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白棋仍然可以走H5 或是H5 他仍然威胁他后到H7或者走后到H8 这都是一个江杀 同样道理他如果既持H5 降到H7 又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布莱克本江杀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是站在这个黑棋的角度 从黑棋的角度出发来看一下 回看一下这个白棋的这个Bird开局 F4开局 我们看到对这个地方 后到H4 后到H4之后是白棋率先发起了这个进攻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黑棋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棋 第4 第4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棋 为了切断他这个大线线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棋 至关重要的一部棋 如果这个地方不走第4 随便走一个比如G6 还是那句话 第4 你永远可以走第4 只要有时间 一定要走第4 切断这个项 它这个其实H7 它并不是个威胁 反倒是如果你不走第4 你不走第4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威胁 所以有机会的情况下一定要走第4 那么比如说黑棋又走了一部H5 那这个地方那是必须得走 必须得走第4 你不用去管的这个 这看起来很恐怖对吧 这看起来好像挺恐怖 但是你根本不要去管这个 就走一部第4 而且第4异5 这是唯一的 这个局面之下唯一能够存活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走这个第4 或者走异5 那接下来黑棋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接下来一切都为时已晚 你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挡将杀 这已经是一个强制性的将杀 那黑棋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其实这个开局对白棋来说 他并不见得是一个白棋最优的一个开局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开局白棋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个马 他马的这个初子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白棋这个开局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利用这个马 马到F3 马到G5 后到E1 后到H4 然后再利用这个B2和这个D3的一个双向 然后直接就是对他这个王毅 你发动一个快攻 那么这个开局呢 其实 黑棋就是一定要防守的比较正确 但有些初学者 有些初学者他可能很难走出这种D4的棋 所以接下来很快就会被白棋将杀 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视频也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吧 那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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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